为何一伙前任海豹突击队成员会拥有如此大量现金 是因为他们在军队退役后 却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所以他们动起了歪心思 想要从当地大毒枭手中借点钱用 然而根据可靠消息得知 目标的家人每逢周日上午都会去教堂祈祷 并且大量看守也会在这天跟车护送 而这将会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不过此行只是找毒枭借点钱用 因此尽量不发生冲突以免留下痕迹 他们本以为这将会是一场简单的行动 于是很快任务开始 借助天然的掩护士兵们悄悄潜入目标楼房 没想到一名敌人突然闯出 士兵不得不选择开枪 然而这动静必定会被毒枭发现 火不其然 到达目标房间发现毒枭早已没了踪影 并且现场就连一毛钱都没有看到 全员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不过很快 一旁的油漆桶引起他们的注意 士兵们似乎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们静止走向墙面 警戒用力疯狂捶打 没想到毒枭竟把钱藏在了墙内 然而不仅仅是这一面 整个房子的墙里都藏满了美包 甚至他们忙活了半天 也仅是借走了冰山一角 但没时间给他们继续搬运 预定撤离时间即将到达 面对如此巨款 众人一时间根本无法割舍 不曾想却在这时变数发生 毒枭竟突然从暗门串出 士兵电光火时间将其击毙 可同时也将原本计划打乱 目标的死亡 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很快将会暴露 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变策略 将所有目击者全员肃清不留活口 尽社会们也唯会